现在大众这边的领养人一共有几个 如果按照正常流程来说 不太符合我们领养标准 我们已经看到大众 他其实这么喜欢户外的 那个不足以去让他应对 像大众这样的狗 怎么办 如果是按照真的正规流程 他是已经不要被怕死 所以其实我现在的想法就是 各自 各自 我刚才接到反馈了 我无法接受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而且很明显的一个状态 就是那种很急的 但是又有点担心 又有点急切 又有点害怕 本节目由出去野不怕虫的新宠客 独家冠名播出 有猫有狗就有麦芙迪 本节目由麦芙迪赞助播出 每周二十八点上芒果TV 搜索去野吧 毛孩子 一同关注毛孩子的退役生活 还有更多大盲情综艺 等你来看 老安 老安 到处 看这 到处 好 乖 好 好好好 来 他们不同意我领养 我刚才接到反馈了 他们不同意我领养 我无法接受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阿姨很明显的一个状态就是那种很急的 但是又有点担心又有点急切又有点害怕 阿姨 那边有没有说是为什么 她有讲原因吗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是缺毛 完全看不见的 他们把将权在我的手里得不到好的照顾 阿姨 是用自己的名字填的领养对吧 对 阿姨是用自己的名字填的领养对吧 我能理解阿姨的心情 我非常能理解 阿姨身边如果有能够帮助您的再去申请 我觉得可能会好一些 我觉得那是造在附近的领养我觉得会更好 对他的那个合同上是这样 像他们这种申请是 你一次被拨回后面就 没有机会 嗯 我我把我把表给你们看一下好 好 这写的是 甲方将退役犬交由乙方领养 达成共识协议 对 我就是这个是怎么回事 这是 我这样才是激动的眼泪 我刚刚往后看 我说这个地方哪里写了 就是不能养 这写的是 是 阿姨 第一句话就写的是 甲方将退役犬交由乙方领养 我是说 我冷很久 但是阿姨开个说话的时候 那个菜银一出来 我就 哈哈哈哈 我就忍不住了 因为我看到第一句话 这是达成是吧 对啊 甲方 我先看 他开头标题就已经是 退役犬 导盲犬领养协议 就是说你签的这个协议就是领养 哈哈哈 敬给你对不起 哇 因为我提前跟阿姨串通了 阿姨 一号你来 我 我正好收到了反馈 好行 你先坐 你先坐 你帮我看看到底是有什么结果 行行行 这个意思是说 可以领养了 可以领养了 真的吗 应该是 因为他这边 他说 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 就领养退役犬 适宜达成以下协议 甲方将退役犬交由己方领养 是 是 太高兴了 宝宝 宝宝 宝宝永远跟妈妈在一起了 真 宝宝 那阿姨是这样 就是 因为小白跟爱政才不知道 待会我打算耍他们俩一下 啊啊啊啊 看他俩把白影 哈哈哈 哈哈哈 我本来是不打算拿出来的 但我房间好像大人没什么话说了 不知道是说什么了 我就说掏出来 干脆给你们俩看算了 我想整他们俩只要是因为 如果你真的是 之前在关心这个姜权 他的去留问题 跟阿姨之间的这个相处问题 那你听到这个消息 应该你会很在意 你会随着这个事情的发展 而情绪波动 第二个目的我就觉得好玩 蛮有意思的 你真的 但是这种生活当中添加一点 这种小乐趣 我觉得挺好的 我觉得还挺有成就感吧 起码效果出来了嘛 他们俩确实被骗了 而且确实阿姨 真的江泉能被您继续领养 很大的原因要归功于您自己 因为您已经放下了 他作为导盲犬的工作 一些职责 然后大家也能够看到 你对于江泉的一些看法的改变 养法的改变 原来你们知道 哪怕你们去什么地方 我不可能把江泉交给你们 我会在后面跟 对 我不放心 那江泉他现在很放松 真的就是很开心的 他在慢慢适应着 作为宠物犬的一个生活方式 我们两个人都放开了 我们以后的生活模式 就这样的相伴到老吧 对 真好 恭喜阿姨 谢谢 谢谢你们 恭喜张泉 谢谢 阿姨 我们给三只狗狗 然后还有开开 我们都做了名牌 您知道吗 是吗 对 画了一条河 哦 那厉害 那厉害 爸爸 一号哥哥帮他戴上 好 我给他戴上 我就给他挂在他的铃铛上 对 对 可以 好了 走 喂 给你挂在这里 好 康康过来 哎呀 我们带一个牌牌好不好 好 看我这个 可以吗 可以 这个好 真的好高兴 然后今天要跟大家分别了 反正分别就是为了下一次相聚吧 是的 是的 我们拥抱一下吧 好 来 来给大家一起拥抱一下 哦 爱心 还有 小白 嗯 一号 阿姨我比较矮 哦 哈哈 你赞哥哥啊 都爱赞 你又回来了 哈哈 谢谢 谢谢 从整个我们的活动过程 让我最受感动的 还是这个字 一个爱字 就在这到这里我就感觉感觉到一个家的感觉 爸爸出来 到上海就给您发信息 哎 我到上海给你们报平啊 好 哎 爸爸这 哎 爸爸真棒 那阿姨你就在这等吧 小白帮你拿出来 有个背包 对一个袋子一个背包 还有一个袋子 这个包包不是我带着 我是要给你们的 因为康康有夹几时 这个给康康给他煮了 让他挪吧 哦 让他康康一定要吃好 哦 谢谢 11号我给你了 你可以给其他狗用 好吗 还有什么定位移的圈套 可以可以可以 好吗 好 谢谢 你好 好 我们出发喽 下 下 好 好 宝宝去 他还不想走喽 他不想走 他真的不想走了 江泉来 来来来来 这宝宝不想走 我们走了 宝宝来 我们上车去喽 来 走吧 江泉知道要回去 我没搞好 要跟他说 他的感觉就是他不想走 他有感觉的 对 在这个节目中 我是个受益者 特别是我的江泉 他真正的体现那个题目 叫巨野吧 他是最好的执行者 真正做到越来越野了 真棒 好吗 好吗 然后对我来说 我觉得我难能放下了 之前我总是要欠一代不理说 我非要在他的边上 因为我不能跟他分开 而现在不是的 因为他这段时间的野 我感到的是开心 我受到的野是开心 爸爸 你想妈妈 你想妈妈 很开心的 瓶子 他也很轻松 很放松地玩 我们人也是 你只要心情好 那就会身体好 他的身体好 是我最大的愿望 来我们把手都举起来 和在一起好吗 虽然我看不见 我只能用声音 所以我要握你们的手 感觉你们的体温 你们的温暖 谢谢你们 真心感谢 谢谢你 我们也谢谢你阿姨 谢谢 好吧我们出发了 好嘞 好嘞 你去阿胖 来 来 好好 好了 谢谢 拜拜 拜拜 谢谢 谢谢你们 今后在我的生活中 我就要照这个方法 连续下去 让他能够开心做个宠物宝宝 我自己也能够开开心心的生活 今天你就要离开 去到你新主人的家里 我相信 你的好日子就要来临 嗯 去剪个卓子夹 修一个毛 修得漂漂亮亮的啊 金金神神的 来 卓子夹 好的 乖哦 真乖 大宗你真的是太乖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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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希望大宗在进入新的家庭 能够很好的去适应 也希望他的领养人能够继续阳光有耐心的陪着他成长 有非常幸福美好的生活 来卓子夹 好的 哎呦 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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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看一下 哎呦 做了一点点血 对不起对不起 剪多了一点点 啊 没事没事 没事 大宗会不会直接这次给他剪完毛以后就不理我了 我觉得很有可能 技术太差了 来大宗来剪到 你别进了别人新家变成小霸王啊 还是要乖啊 听话 希望你的新主人能够明白我的良苦用心 希望你能明白我所表达的 好吧 马上等到我给你吃好吃的你应该就明白了 嗯 大宗开饭了 记得吃饭啊 记得吃饭好吧 好 我先走了 拜拜 我先去挣狗粮钱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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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女朋友一起来的第一位 她们是云南人 然后 现在 基本都住在海南 这样吧我也不读太多了 我们都看一下 好吧 这是第一个的 另外一座咖啡车的 无论从 领养人的方向来说 还是从狗狗自身来说 选出了这几位相对比较合适的领养者 我们要不要打电话问一下她 再详细的询问一下 对因为我们确实接触了几次 但是 其实具体怎么去 和狗狗陪伴呢 我们也不太清楚吧 对吧 第二个她平时养狗狗是怎么样一个养法 嗯 嗯 让我们打个电话 哈啰 哈啰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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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小静 你们之前有预定冲浪吗 然后今天我来接待你们 这是咪雅这是我的哥哥 哈啰哈啰 现在一号还有小白都在这里 有必要想跟你看看你的看法 大众是她如果生活在海边 生活在我旁边的话 我应该会不给她带 有这个束缚 对 那个咪雅你养多久了 我朋友是她真正的主人 所以因为我朋友没有时间 我一直在带咪雅 她可能也是还是要回去我朋友身边偶尔的 所以咪雅不是她的狗狗 你们其他还有什么要问题补充吗 嗯 我没有其他的了 真的 差不多 反正大众跟我在一起 她会健康和开心 行好 那我们这边开会讨论一下 我担心的就一点就是她 太对她环境太自信了 她越是夸她的环境怎么怎么好 我越是担心 我们要不要干脆也打电话问一下 问一下她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第一个 如果带大众回去 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带她回去 你是不是长期在广州 然后如果你在广州待着 你基本上什么时间会离开广州 先问吧 喂你好你好我们是去野吧 我们有几个问题想简单问你 哎呀 哼 第一个问题就是 呃如果你带 大众回去的话 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带她回去啊 就是我可以自驾 然后就是 拿个箱子然后把它放后座会 就是她都会跟我待在一起的 明白明白明白 哦 第二个就是想问一下 你带她回广州 你是 呃一定会定居在那边的吗 因为我不确定未来的工作打算 但如果你们建议是长期待在 就是一个地方的话 我会考虑先在广州 不不不我们不是说给你 就是说一定你因为你养了这个狗 就一定要待在这个原地 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我们最终希望还是狗跟人之间 就少奔波即使你出去也是开也是自驾 是 如果是自驾的情况下 我们是允许狗狗能够跟主人这样子去 所以就各地跑 明白 那狗狗如果回去是跟你同住 还是说回你爸爸那个有院子的那套房 呃但是应该会跟我 然后偶尔我带她回去的话也会一起 明白 明白 那小区里面是有绿化之类的吧 对都有六国的地方 就广州还是对宠物体有好的 行明白 好的 我觉得没有问题 好那我们这边暂时没什么问题 然后我们这边开会再商量一下啊 好好拜拜 好拜拜 好的然后 说吧 我在想要不要把小静这边加进去 如果按照正常流程来说 小静这边是不太符合我们领养标准的 但是这里的风俗跟习惯大多数都是给狗很大的自由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规范是更适合城市生活的狗狗 关键我们还要看一下大众在我们这里体现出来的性格特点是什么 一个是享受自由 喜欢在户外 喜欢和更其他的狗哥们在一起 然后如果在这边小静这边的话 我觉得这三个点至少都能满足 这方面的话他属于天然优势 小静这边养狗他们的模式已经习惯是那样去跟狗相处的 对 那大众他只能说说他喜欢但不代表他能够完全适应 我们已经看到大众他其实这么喜欢户外的 如果他能够生活在一个就是随时随地都能够在户外的环境的话 那其实是我觉得相对于大众来说是更好的 他可能不需要吃的多好 但至少让他的身心都一起健康我觉得或许更重要 这是我的一个感受啊 但因为他这边的环境特殊 所以我在纠绝是否要抓着这一点 这是比较我一直在考虑事情 怎么办 所以我在思考 我到现在一直在思考 我在回想这几天遇到的时候看到的一些细节 其实我个人目前来讲从状态上来说 从氛围上来说 那最好的还是 就是那个女生 他的优势是什么 他对狗狗有热情 而且这个热情是很积极的 他在看大众的时候 并没有说观察到大众那些所谓的 我们觉得说比较当的或者不好的那些点 反而是在观察大众身上那些比较亮的东西 那可能他这种的人 会比较一个积极乐观的这种态度去处理这个事情 这是我觉得他是他一个最大的一个优势 包括那天出现的结果 跟大众之间互动的结果 跟整体的这个氛围 跟狗狗相处这个过程的个性方面又比较匹配 又有养过狗 只是在我这边 经验会是一个比较占优的一个东西 所以那另外两位家庭可能在我这里 就可能没有那么好的这个领养有限权 就他们对于养狗的经验其实几乎零件 虽然说有养猫的因素 但那个不足以去让他应对像大众这样的狗 因为毕竟大众这样的狗 稍微比较有点难度 第二个最大的问题是 我认为他们可能时间上并不一定能够自由分配 好沉默 因为我刚说了嘛 我还是比较小静这里 虽然说他的环境很良好 按照真的正规流程 理性的那个流程 他是已经不要被pass了 一号选谁 我知道了 广州女孩 对吧 是 艾森 广州人呢 无论从领养人的方向来说 还是从狗狗自身来说 好像都是广州女孩 这边更合适一些 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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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其实有一点点纠结 因为我觉得这边的环境 太自由 太舒服了 其实我也蛮喜欢 像小静他们那样的 带宠物的方式 而且又有海又有沙滩 又有大草坪 大众在这边的话一定会过得非常的舒服 自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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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现在是两个人 一个是 音音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张医生 还有王教授 他们俩是算一个呢 还是算他 主要还是那个张医生 因为 王老师他说 本来他想养的 但是他听到张医生想想领养 所以他就退出了 嗯 就这个 我觉得康康 这个 情况我觉得不用纠结 相对于现在 我们 唯一一个 觉得 最有可能的就是张医生他们 大家说张医生的话属于后 后背人鱼 但是你觉得其他有吗 所以其实我现在的想法就是 各自 各自 其实我们在这次收到康康这个营养人医院的资料 其实还是比较少的 还有一个其实 嗯 有一些可能 在我们 看完他们的这个 嗯 状态之后发现是 嗯 不太适合领养的 养活其实很简单 嗯 但是 你要养他的话 你肯定就要 扶起这个责任 嗯 如果要是 嗯 没有更合适的 领养人的话 那么我也愿意带着他 我不想就是 因为我自己的一个 判断而错失一个 好的 这个领养人 嗯 大众准备要领养了 给大众托付终身 呃大众 他我觉得他是因为什么他知道什么事情 所以现在其实心情是 会不太好 他知道他什么都知道 好吧 就把大众托付给你了哎呀 是比较心酸啊 好 看看 没事看看 明天我就不能陪你了 哈喽哈喽 哦 来了